大家好,欢迎收看扑木卫护,解说三国杀 首先,祝国内的小伙伴们国庆假期愉快 假期的时候时间比较多 你愿意出去玩,出去泡 还是愿意在家里打三国杀都行 只要自己高兴就好 好,我们看主子角是个潮批 盯见二号位的戒马超,那就不客气了 一拆一个九杀,看看能不能打中 打中那是最好了 然后因为他是二号位 我们肯定要不可避免的被他压一滴血 是吧,有可能还会被他压好多血 大家发现没有,结果戒马超顺的 顺的是八号位司马懿 然后乐的是大乔 发现这个是忠诚 这下子我们一激动把我们的输出钟给打到了 我们也只能打点神灵号,有点悲剧 好,三号位戒吕蒙 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 四号位的张卢也是低调 起两个伞,摸了一个翼蛇 看他有没有红桃的上面有一个桃子 看他会不会帮大乔改判 是吧,当然如果他不改 司马懿也会改 有,结果大乔非常争气 直接天判一红桃 结果张武还是忍不住把桃子去改判了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是吧,好,你看大乔直接不动 也比较低调 气了一个方片的伞过了 这局都打得比较的诡异 原来大乔回了一下 说他刚才不在 张武估计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是吧,他可能觉得没人动他 是吧,既然没人动 这个米不用白不用 即使桃子没能碰也回不到我的手上 是吧,还有可能进攻的时候送给别人 好,这个曹植砍了一下嘉徐 不知道是为啥 是吧,因为嘉徐也是没动 司马懿也没动 这一下子不好看了 这是大家都这么低调 我们只知道一个忠诚跳出来了 后面的反贼一个都没出来 但我们据猜测的话 张武刚才跟大乔 红桃换红桃的动作 是吧,应该是一个反贼的意思 这个马超没有杀你就不要去火攻了 对张武完全没有任何伤害 是吧,反而让他把这个米给换了 好,我们的吕蒙攻心的是大乔 看来这也是二号三号位也是我们的忠诚 一下子后面两连钟 一下把大乔美女给扒光了 菊花露出来了 吕蒙有没有长度 吕蒙说不要紧 我虽然长度不够 但咱有决斗 是吧,这时候张武跳出了一个反贼 好,这样看来的话 希望大乔是反,这样大乔是忠诚的话 这把得不偿射 好 那个张武抢了吕蒙 然后一个寒冰剑 哎呦,然后再继续玩一下他的米 发现没有,这个张武有白银狮子 有白银狮子的张武是相当的硬朗 大家应该记得我以前是放过了 有白银狮子的话 要用一堆火力才能把张武给搞下去 是吧 因为他可以挂白银狮子 再把白银狮子放到米上 如果再集火他 他把白银狮子拿回来 那这个相当于是每回合稳定回凉血 是吧 好,这个贾曲这么个打潮值的 应该是跳反的意思 那个大小好像刚才跳了个反把我们热了 那这样的话贾曲是反打潮值了 潮值就是中了 跟贾曲两个人K上了 那司马懿十六八九就是反了 哎呀,这把不好打了 这有司马懿这个判官 还有张武这个判官 这个判定基本上全部被反贼给控制住了 是吧 我们只有一个 一个这样 然后敌人方还有一个大乔 哎呀,真是一个悲剧 好,但是非常幸运的潮值 手上捡了一个梅花的这个无懈可击 哎呀,我们这个判定梅花还是比较给力的 那下次这个无懈希望能够给我们啊 这个发挥他的功效 好,这个戒马超一个九杀 看他是杀谁 杀大乔 大乔如果流离的话就打到贾曲身上去了 好,这时候这个判定 张武就戒戒马超判定 铁记的功夫把自己的 人最后一张米给用出去 这样的回合类又可以回合结束 再来放两张米了 戒礼蒙继续过 你能攻心都不攻一下 这看样子这个戒礼蒙有脸是内奸的 这个意思 好,现在反贼占优是吧 反贼占优 不管你是不是内奸了 所以觉得戒礼蒙这个酱油打的太早了 是吧 你以为你不动不攻心 反正就不动你 反正占优的时候是连内奸一起干 是吧 哎呀,这个过河拆桥正好拆到那张梅花的 这个无懈可击 哎,但是大桥却断了方片 我觉得他五谷可以开啊 这个位置开一个方片 还是挺实诚,挺实在的 哎呦,悲剧 哎呦,我们这被翻面的弟弟 被这个贾曲给玩杀了 我们这么多桃都没办法帮他是吧 哎呀,这个乱舞开的臭呀 赶紧卖 卖了之后一翻 他为了乱死这个剑马超是吧 把这个司马懿给翻了 然后再一杀司马懿 因为我们觉得不能杀司马懿 为什么不能杀 怕他反馈我们的桃子是吧 干脆掉一滴血拉的好 哎呀,但这样的话 导致两个忠臣全部阵亡 现在虽然反贼估计大桥会阵亡一个是吧 那个张鲁没有想收这个大桥的人头 而选择去打这个戒旅萌 还送了一张米 是吧,我觉得他还不如把大桥给收了拉倒 咦,我们这行伤还行伤了大桥的这个无懈可击 还是比较漂亮的 也手上有两个蓝蛮怒心 但这两个蓝蛮怒心 现在甩出去等于一点用没有 因为打不着这个假许 你打张鲁 人家有个白衣狮子 麦灰米回滴血 然后再回个自己动的时候 再把白衣狮子往身上一挂 同时还要被司马懿给反馈 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蓝蛮就不要用了 同时不要用 你也不要弃,你留着 总有发挥的时候 好,这时候内奸肯定要替我们打工了 这不打工不可能的 直接弃掉司马懿手上的红桃桃子 然后借我们的刀 我们毫不犹豫给了 加许一下 好,这个吕蒙挂上捡一马 这是要干了 不要怂 就是干 这一个万箭齐发 看我们估计是翻这个张鲁 如果加许死了的话 如果加许没死 估计也是翻这个张鲁 因为张鲁马上就要行动了 这个放逐,张鲁被翻了 他就没法再玩他的米了 是吧,大家可以趁机把他给激活掉 好,这个吕蒙的还有个杀没出 看看能不能把加许给搞死 哎呀,这一搞死诸葛连弩也到我们手上来了 但是可惜这个诸葛连弩是明的是吧 希望不要引起内奸的警惕 好,这个吕蒙这一次打的非常的漂亮 刚刚我们这个比较这个被动的时候 这个在两个忠诚阵亡的时候 这个吕蒙这一个爆发 这毕竟休了很久的是吧 这个这个休了这么久 这个爆发终于把这个反贼打死了 这个那个加许进入欢乐二位 这个欢乐二位二里面 我们紧紧的捏着这两个栏蛮不动 是吧,相信想找到机会把这三个人一起干 这内奸也不是我们的队友 我们是主公,主公是必然要坑内的 我们跟内奸是相爱相杀的合作关系 就像三国里面这个吴国跟蜀国一样 这是这个利益一致的时候就合作 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就互相这个拆台 是吧,这是肯定的 这也说明这个合众和连横 这是强者连横一个个的铲除弱者 总比弱者合众一起对付强者要来的容易的多 是吧,就因为这个弱者在合作之间的时候 之间的这个利益总会有点麻烦 总不会这个是一致的利益 好,我们给了张鲁一下 再把这个伞弃掉 这个诸葛连鲁跟两个蓝蛮 咱们是死死的握着 就等着机会爆发 好,这个吕蒙 哎呀,这攻心连个红桃都没攻到 这样的话他还能够活吗 他如果不能活的话 这还有一个满血的司马懿 这还是不是很好搞 是吧,还不是很好搞 你看张鲁好,因为我们只给了张鲁一下 他这个白色他就是用不了的 哎呀,如果吕蒙死了的话 我们直接行伤 吕蒙死了,他这个米还是嚼不出去 他这个白色还是没法 跟那个恢复到自己身上回血 哎呀,但是他又自己吃了一个桃子 哎呀,现在我们的满血的张鲁 这个满血的司马懿 这两个蓝蛮怒青 还是感觉有点有点郁闷 是吧,好,我们先来了 一下,哎呦,可以了 可以了,就有两个杀了 是吧,虽然张鲁这时候 把这个米收回去了 我们这个蓝蛮怒青 一放,没有打中这个张鲁 好,这个司马懿反馈 他并不知道 我们忘记了我们身上有一个诸葛连鲁 是吧,居然去反馈我们的 那个杖八十毛啊,明知道我们杖八十毛 是最没用的了,是吧 用完了要顶连鲁了 可能这么多轮过去了 他已经忘记我们的诸葛连鲁了 好,那这时候真好 这个一个进攻牌都不多 把这个张鲁给打下了 司马懿肯定是反馈诸葛连鲁 是吧,这就一个冰粮 一个勒布斯鼠 然后白狮也行伤过来了 加一马也也有了是吧 这叉叉叉神装面对着这个 八卦阵诸葛连鲁的司马懿 你虽然能够过冰粮 能够过勒布斯鼠 但你有没有长度 哎呀,有长度啊,还真不容易 哎呦,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马要被他射掉了 直接把司马懿翻了吧 这反正是翻了拉倒 是吧,你反正已经出过杀了 好,这个司马懿如果他没有 更多的行动力的话 我们要干掉他 还是完全有希望的 哎呀,直接来了个神火功 都不用跟他玩八卦了是吧 正好火功命中 把这个司马懿命中飞了 这把我们这个主攻打得相当的极致 这个两个蓝盘 加一个诸葛连鲁一直拽在手上 就等着出手的时机 正好我们的杀的那个数量足够多了 然后又行伤了这个戒里蒙的牌 我们本来自己的牌 是要打不出那么多杀 然后正好内奸死了 他的遗产被我们继承 用杖蛙蛙蛙牌两张 再用诸葛连鲁连续杀 再把两个蓝盘甩出去 终于把反贼给打崩了 是吧,我们的主攻曹丕 笑到了最后 好,今天干脆多放几个主攻吧 第二个主攻张鲁 刚刚张鲁是作为反贼出现的 结果被我们一波虚报打崩了 打张鲁就需要多点伤害 跟打狙兽是有点像的 你要是每回合只给他一两下伤害的话 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尤其是上一回反贼张鲁 还有白银狮子 那就更难对付了 好,我们看一向来想盲狙离魂离魂离魂 表示反对 我们直接再一个拆 两个拆都给他拆过去 如果不用的话就怕他是反贼 他是反贼的话 把我们这些牌都抢光了 还不如用了拉倒 好,这个顺手我们肯定是怕自敌 全部是挂在自己的米上 结果二号位美女夏侯士 也跳了一个忠诚 非常的漂亮 说了离魂离魂放了个蓝湾怒心 但这个蓝湾怒心 我们觉得还是把杀出了吧 如果不出杀的话 又掉一滴血 收一张牌在手上 很有可能被离魂离魂给搞去了 是吧 虽然离魂离魂现在没有长度 女人也是要有长度的 是吧 哎呀 结果我们出了一个杀 谁知道夏侯士 有一个勒布施鼠 你早把这个勒布施鼠挂出来 咱就啊 那个卖了啊 好 然后借徐树 跳了一个反贼 刚才冲震了夏侯士的这个赵云十有八九 也是反啊 当然这也不确定 到后面等等再说 这个勒布施鼠老门花了 也一个迷 还是不错的 一个元素也跳了一个忠诚 哎呀 这样的话忠诚 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如此强大的 只可惜夏侯妹妹把把这个身上的牌打光了 是吧 这一打光 他的这个桥石就不是那么容易发动了 好 咦 结果发现没有元素正好剩一张牌啊 借元素一个诸骇 被元素正好又把自己的菊花也录出来了 结果夏侯士笑了是吧 跟元素帅哥菊花对菊花 然后再各摸一枝花啊 又都变成一牌了 好 赵云虽然冲震了夏侯士 但他没有搞这个元素 暂时偏不慌的给他飙 王毅到时跳了一个反贼 又挂了一个八卦阵是吧 现在已经有两个真正的反贼跳出来了 实际上其他人都是大家的猜测 但是再一个钟跳出来 就后面 如果没有人装的话 应该是这样了 我们很高兴 第一轮盲狙成功 这个剑鱼术已经被打成这个惨样 是吧 这个国拆角 我们肯定有无限 这个木榴马肯定是不会弄出去的 好 大家记住夏侯士 有他在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要留牌跟夏侯士配合 好 我们这时候杀夏侯士一刀 什么意思 夏侯士问了一下 但是估计后面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为了把这张顺手牵羊 传递给夏侯士 是吧 但是这一传递的话 我们就没法再继续再配合夏侯士的这个乔石了 但是也无所谓 这个传递是顺手牵羊 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废牌 那个给了夏侯士身上就可以创造两收益 虽然我们出了一张杀 又靠了夏侯士的一滴血 但是传递顺手牵羊的过程中 我们又回了一滴血 同时又可以玩两滴米 然后把这个顺手牵羊变废为宝 是吧 绝对是滑了来的 我多次强调过 这个配合之前 尤其是在伤队友的血的时候来玩配合 一定要先算算账 就一定要在这个有赚的时候再配合 刚才我们刚才出一个杀 让队友掉底血是负三的收益 但是通过这个配合绝对是赚坏牙的 好元素这一个启动 元素动一动 地球抖三抖 这一抖抖得漂亮 哎呀 这样子火攻兵重 反正方掉四血 同时还要交出一个人头 看看这个戒鱼数 一倒下造云变成一血 然后元素要注意争取要留三张牌 刚才他这个装备顶装备 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记住一定要留三张牌 元素会不会 他不知道是不是在计算 这个装备可以弃 哎呦 这元素还是不会玩 是吧 把这个解一把给弃了 留三张牌跟夏侯士乔石 好 夏侯士也已经受不了了 叫元素一定要会配合我 夏侯士这个武将非常强大 但是一旦队友不会配合的话 他就要打折扣的 是吧 然后他一旦打了折扣 就这个强度就骤减 所以然后排位4v4里面是神将 在军阵场里面 尤其是在路人局 你不知道队友都是什么货色的时候 夏侯士还是有点麻烦的 是吧 比如说刚才元素就明摆着 明明可以配合夏侯士 却不配合夏侯士 现在陆逊已经跳了一个内奸 开始进攻我们的夏侯美女了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手牌用成一张 应该是可以 然后杀陆逊一下 我们就是一张了就可以等着桥前情斗开 哎呀 你看我们虽然是为了配合夏侯士 是吧 来了一个桥石 但是把一个桃子送给了陆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好 陆逊手上拽着我们这个桃是不容易 那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夏侯士现在是两排在手 看看这个元素会怎么个玩法 希望元素这回一定要会留牌 是吧 好 这个决斗赵云估计有杀也不敢出 要等着桃子来 免得出了杀之后元素还他一杀 再一个追杀 没法没法玩了 好 看元素这回弃牌 哎呀 我去 他把两桃全弃了 哎呦 你就拽两桃 你弃一个青龙元刀 弃个解一马 多好 夏侯士还可以再跟你敲前 起头看一下 是吧 所以这马基本上就不用指望 元素去配合夏侯士了 只能指望我们来配合夏侯士 只有一个人配合夏侯士 夏侯士搞一下也是一个两抽益 也算是可以的 是吧 好 大家看到这回如果反贼都没有人 现在目前来看 只有内奸在集火夏侯士 这种情况下夏侯士是很好发挥的 他怕夏侯士怕就怕被集火了 回合外存牌少 回合外存牌少 他这个桥石的发动频率就比较低 我记得我以前说过 他回合外三牌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发动桥石的 一两牌的时候就是比较难的 好 这个路神开始发飙了 拿了我们的木鲁牛马 开始拼命的联营 还把木鲁牛马传给反贼 当然现在路神眼里 这个祖族方的阵容是有点强大的 不搞一下反贼是没办法 不帮一下反贼是没办法 好 我们这时候一个蓝牌路心 如果木伤队友不要紧 再把这个米传过去 是吧 好 这个没有伤到夏侯士 也没有伤到这个元素 因为赵云也没有伤到 把我们的最后一个伞也冲了 结果伤到这个路逊了 路逊明明可以不发动了 结果他要发动 把我们的这个方天化剂拿过去 这不是标准的卡联营吗 好 这夏侯士不客气了 这一个绞杂下去 你出了散 你也联营不了 然后这个元素在跟上 你也是完蛋的 这个意思是吧 好 陆逊被搞死了 好 现在元素 动 这回一定要留一张 看看元素会不会留的一张 哎呀 再借这个主攻来搞赵云 很机智 看看弃牌 一定要留一张 终于啊 这元素终于 在第三次的时候 这个气了这个很 那个准确的留牌 跟这个夏侯士妹妹 完了一把 好 赵云开拉曼 我们正好卖米 是吧 把这个仁光顿给卖出来 吴农生友 先留着 我们怕出现这个乐不思绪的情况 因为是赵云 这这这这发飙发的够狠 看夏侯美女 小胜板撑不住了 是吧 这这毕竟是三血小脆皮 这这魂外这个没有什么牌的时候 一下子被这个赵帅哥 一个爆发 把夏侯美女给拿下 好 我们九杀 我们杀败 反正我们是只掉一滴血 再把木中生友给拿出来 我们现在别看 我们现在比较脆弱 只有凉血 待会玩一玩 我们的血就上来了 这个玩玩米 血就来了 哎呀 这个牌已经好的一塌糊涂了 这这 再吃一个桃 人光顿挂上 桃都不吃了 直接留着 万一可以帮忙元素 是吧 好 这个元素 这个行动 可以通过我们 来用属性杀 来杀赵云 哎呀 这个拆 这一个顺 哎呀 赵云哥哥 赵云哥哥给顺光 哎呦 结果他还是选择了顺木流马 我觉得可以顺光 顺光之后 赵云不知道用木流马是能不能充正 我倒是木流马里面的牌 赵云使用是能充正还是不能充正 我在这个还是不太确定 如果不确定咱就不说了 好 赵云被乐中之后 他基本上就没什么戏了 而且是必然乐中 无严可击被我们掌握 判帝也是被我们掌握 这样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带宰割的状态了 一排的赵云 又是没牙的老虎是吧 好 这个王毅赶紧给赵云帅哥补一排 这样的话还是可以 哎呦 哎呀 这一摸摸俩 这就怕没有闪电 结果一来还来两个闪电 那我们赶紧玩 哎呀 这来了一个叛递牌 好 这时候我们放的迷 一个是闪电的叛递牌 一个是非闪电的叛递牌 这非常重要 两个都要有两两手都要硬 是吧 这元素真是顶着赵云强杀 没啥必要 这元素的水平非常臭 还好我们水平比较厉害就行了 我们闪电都挂出来了 元素还招什么急 这根本就慢慢玩 是等着这两个反质被炸死 就结了 是吧 哎呀 好 这时候赵云 这一个杀 我们悲剧了 这桃子 大家都舍不得吃 终于还是被寒冰剑给寒冰下去了 何必呢 何苦呢 这方面有桃子就吃 大家血都这么多 没必要这么留 好 这时候拿回来的米 一定是黑桃4的杀 是吧 你一定要留一个非闪电叛递牌 以免自己被炸死了 那就悲剧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个血是肯定回了 这是我一次无意义的改判 把自己的血给回上来 然后再挂一个闪电 然后再一个112 然后大家记住 千万不要把黑桃4 黑桃5全部放在米上面 一定要放一个非闪电叛递牌 好 这样的话 噪音帅哥基本上要完蛋了 元素这回终于没有冲动 直接弃牌过 好 噪音被炸了 直接要求两个桃 要求两个 喝了一口酒 还有一个桃 王毅姐姐拿不出来 就这么挂了 好 这时候王毅1对2 我们这米都不肯拿回来 是吧 我们要拿回这个米的话 有可能闪电会把我们劈死 我们这位主角做得非常的不错 因此要顶住 现在最唯一可能出的意外 就是我们张鲁被闪电劈死 绝不能让这个意外发生 是吧 好 你看我们这时候在改判和刚才把米拿回来 实际上回血的效果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这回就不用说了 这一个闪电叛递牌 一个非闪电叛递牌 那是必胜 当然如果王毅手上有两个桃 那还没有必胜 是吧 好的 元素现在动一下王毅也是可以的 王毅肯定是不敢再卖血了 他要再卖血就需要三个桃了 好 这时候应该王毅如果手上两张都不全是桃酒的话 这局就结束了 龙氏组跟他换一换闪电 跟他换一换 好 game over 王毅有一个桃 没有第二个桃 我们成功的取得这场游戏的胜利 这场游戏实际上还是比较的轻松 前面一直压着反贼打 结果后面赵帅哥这一个爆发 然后加上元素 几次不配合夏侯士 反而让夏侯美女阵亡了 但是在华乐252里面 我们张鲁 妥妥的一摸两闪电 那后面的反贼就没法搞了 否则的话王毅跟赵云的都是刺猬 都是很难啃的 但是我们借助高叔叔锦郎 两个闪电 把这两个反贼一个一个的 让他们招手天前 好 最后放一个排位 四为四的录下 首先是进将阶段 我方是阮方 主攻在二号位 阮方的主攻在一号位 我们进将进了夏侯士 和戒皇盖 还有戒华佗 对方进了戒路逊 戒刘备和蔡文基 居然没进曹瑞 那我们作为第一个选将 肯定把这个曹瑞给抢了 是吧 这都是经常被进的一些强将 好 别人不进 我们来选 结果敌人选 看我们选了曹瑞 选了一个法阵跟小胖 是吧 这不知道是想干嘛 我们选择了貂蝉戒血处 大一波暴力的 来一波暴力的 看看对方是怎么应召 对方选择了这个戒大桥 可能想小胖放拳戒大桥 来把我们貂蝉乐住 免得这个被离间 是吧 咦 但是这在六号 选这个曹瑞 这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我们肯定选诸葛景 你选戒大桥 你怎么能不控制判定呢 我们选择了厂商唯一一个 能控判定的蓝银 诸葛景 是吧 他不但可以控 戒大桥的判定 还可以碰我们 控我们曹瑞 灰拓的判定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占了 极大的优势了 这个蓝蛮重新 咱直接卖 反正是有灰兔 这如果盼黑不要紧 这个诸葛景来 哎呦 把他这个方片的伞给扒了 千万不要扒他的红桃伞 他的红桃伞是有用的 好 这个蓝蛮下去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让我们看看 由貂蝉美女 受到一点伤害 貂蝉美女 还是需要保护一下的 毕竟戒血楚 这样的壮蓝 就是要跟他来玩的 是吧 好 看看法阵 这一波完了之后 上一刀咱们还是一样的剧情 这个没有伞 卖血 这个灰兔 如果盼黑 诸葛景来改 是吧 好 我们这这么多牌 直接往戒鱼鼠身上塞 这个刘小胖 自己面临了极大的 这个生存压力 来过来打一架 哎呀 脏麻石毛都出来了 虽然没有这个出来 这个杀 但是有个脏麻石毛 还是不错的 好 看戒鱼鼠 一个无中 我们给他过一个过拆 这个过拆被无蟹了 他无中开了吗 就重租了一下 铁鼠 又是一个拆 这时候场上已经没有无蟹了 刘小胖被拆了一个伞 好 戒鱼鼠是可以杀两次的 是吧 我们是有这个名剑的效果 第一杀被刘小胖散了 第二杀就是九杀了 不客气了 砰的一下三血 哎呦 刘小胖的手牌还真给力 这是不能刷手机卡的 这这这种排位4v4 这种情况下 刘小胖身上两伞一个逃 这是非常的犀利 好 这时候刘小胖必须放拳 这个借大桥 想指望他把貂蝉美女给乐住 否则的话 他是死定了 但是 但是有我们诸葛锦在 这种乐不思索 我纯粹就是小意思了 你除非 这个借大桥再打出这个过拆来 把这个诸葛锦的身上的手牌给拆掉 借大桥已经处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 连闪电都敢挂 有诸葛锦的情况下 你挂什么闪电呢 好 这时候我们这一个灰拓又给貂蝉美女加了一滴血 我们仗着 有这个借鱼鼠可以给我们兴摔 是吧 我们的血就问题 反而不是更大 先把这个貂蝉美女的命给保住 有他在 可以那个每回合强行的离剑 裸一离剑 这一下子两个逃 我估计这个冷方是很难逃出来了 我们瞬间就建立了人数优势 是吧 就是这个选将的威力 这是在我们首选的情况下 对方跑去进什么蔡文姬 这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难道他们要选菜的 结果把这个曹瑞给漏下来 大家一定要背 要背熟 那几个比较厉害的将 只要发现有漏网之鱼 有没有尽掉的赶紧选 是吧 这一般被进的就是刘备 什么刘邪 什么曹瑞 这些能够包养 这些别人的将 然后还有那种刷牌流的 什么借怒讯 夏侯士 然后还有那种手牌 转化剂比较强的 什么忠摇 反正这些武将 如果发现没有被进 赶紧选 尤其是曹瑞 刘备这种的 只一旦被放出来 没有在进降明朗里 第一时间把他抢到 好 这时候诸葛景又挂了一个闪电 同时又空喝一口酒 然后想把手牌打到 只有黑桃二合酒 我们看看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 好 反正跟草昂在这里玩耍 他们选草昂不知道要保护谁 保护有琉璃的借大桥 这有点无厘头 是吧 好 我们看看这时候闪电中了 但是诸葛景这一个改判 他现在手上只有一个 唯一的闪电判离牌 然后我们手上正好有两个闪电判离牌和一个梅花疤 是吧 那这个梅花疤就可以帮助来改我们这边的这个闪电判离 然后轮到闪电轮到他们头上的时候 诸葛景就可以去搞了 这时候改 诶 雕三一定要把梅花疤给扒掉 哎呦 结果雕三离线了 我去 那这样的话赶紧闪电 所以这个出马把这个敌人给批了 是吧 否则的话就不好玩了 好 现在曹王来打我们 我们这时候灰兔已经给力了 现在只能靠自己 诸葛景手上全是闪电判定 这一个来 这一个环势 这一批 哎呦 这时候大桥惨了 连批两下 然后法阵的桃子还真多呀 好 这时候大桥没批死 诸葛景就有点危险了 他是没法过这个乐布斯署的 同时 他连自己的闪电都救不了 只能指望不要天判 好 这时候没有成功 诸葛景来了一个红元 我们是明剑过他 他可以多留一张牌 然后我们手上又摸了一个 闪电的黑桃二 黑桃二的一颗牌 待会还可以往诸葛景手上 给明剑 然后让他确保批中敌人 哎呀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 哎呦 这样的话 有两个非闪电判定牌 那这样的话 希望诸葛景在 曲楚跟刁船这里耗掉 结果诸葛景又没有耗掉的意思 哎呀 但是曲楚非常给力 靠自己裸摸一个决斗 将这个借大桥给决斗带飞 现在虽然貂蝉离线了 但是我们有徐楚 有诸葛景 还有我们曹瑞在 在人数上还是占了一个优势 哎呀 这时候貂蝉离线 诸葛景赶紧改呀 当然他可能不确定改貂蝉的 会被貂蝉拿掉什么牌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开始给诸葛景加学 这时候这一加 就是让他用明则 把自己的方片伞 我们给他的耗掉 是吧 然后诸葛景在争取 把非闪电牌给弃掉 是吧 然后他把古灵刀给顶掉了 又弃掉了红桃的杀和伞 然后这时候 他敢去管事法阵的闪电判定 看样子手上全是黑桃到九了 这个法阵主攻直接被劈了 只有一血 好 看看法阵这一血 这一个决斗 我们决斗给打回去 哎呦 我法阵竟然断杀了 这样的话 如果曹王出桃子的话 我们还要被恩怨掉一滴血 结果曹王已经没有桃子了 直接获得了胜利 如果我们被恩怨一滴血 没关系 直接心衰 这个戒鱼鼠是可以帮我们回 也这个一滴血的是吧 但是后面是没法跟着接一个挥拓 好 大家看到这是选将的重要性 这第一次就有点略猜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冷方是怎么选将 进将的是吧 虽然他们进了刘备 这样的主流被进了 却把曹瑞给露出去了 然后一旦在露掉曹瑞之后 他们选择了这个法阵 这个小胖 这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要让貂蝉许楚落到我们这边了 然后他们虽然想选戒大侨来搞 那个貂蝉那个乐不世俗 但是却没有选判定的武将 选了个超昂 所以整个来说他们的血将被我们彻底给压制 我们也轻松的取得胜利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国庆愉快 再次记住国庆好好玩 别那个有空打两把杀过杀 好 我们下期再见